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中右结构的字 油这个字 它们有两个笔画 我们还没有完整的去学习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油 左中右结构的之前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新的两个笔画 这两个笔画 第一个笔画是横钩 第二个笔画是弯钩 横钩就是横加撇 我们来看一下横钩的关系 上去 然后再加一个笔 叫横钩 那么还有一个弯钩 我们其实就是跟竖钩 有一点相似 只是它上下两个部分 有一点弧险 也就是说这道是直的 这道是弯的 这道是弯的 所以整个感觉是弯的 那么学了横钩跟弯钩以后呢 我们学这个子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复杂的笔画呢 就相对来说 非常容易了 那么这是我们在讲 左中右结构 字之前我们要学习的一些 跟比那个八种简单的笔画 复杂的一些笔画 包括一些组合的笔画 下面我们来讲 左中右结构的字 油 左中右结构的字呢 油啊 大家要注意 它在主要 在结构上面呢 是互相穿插 穿插以后呢 使得这个字呢 本应该是扁的 到最后还是能够把它 写成方的 原因在于就是这个点 跟这个横之间 在横向上互相穿插 这个部件 跟这个部件之间 又出现了穿插 所以使得这个字 既紧凑又美观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要注意 左边的部件呢 它都比较弱 到了右边呢 都比较写得比较大 所以它表现出一种 结构类型 就是一左阳右 这也是汉字当中 经常会出现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 比如说你写 看见的见 一撇写的短 竖弯钩写的长 那么这个字呢 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先来 示范一下 这个字的骨架图 先写一点 第二点呢 在横中线上 注意这两点呢 它不在一条垂线上 它是在外面的 所以它成为 像括弧一样的 这样一条形状 第三点呢 它往下 然后往上提 这个提以后呢 然后再写横 注意这个横 穿插在这三点水里面 所以这个笔划 特别的写 几乎像提 但是它还是很 它写 然后顺势写竖 竖到哪里呢 竖跟这个点 差不多位置 然后上去以后 写片 然后连贯 注意 它后面的部件 越来越高 你看成这样的一种方向 对吧 好 然后 转笔 然后你看 这个收笔以后 马上就连笔 这个横钩 横钩 然后呢 接下来马上就出现弯钩 这里马上出现弯钩 然后下面越来越长 然后再写一笔横 所以这个横呢 这一段长 这一段短 这样的话呢 能够确保 这个字不至于过多的 就是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字啊 在写的时候 你看这个里面 就比较矮 越到右边 越来越高 所以这就是一左阳右的 一种结构类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左中右结构 油质的具体的写法 先写点 然后再写点 好 然后再穿插 这个笔画要写 所以笔画之间 它的连贯过程 就是一个蓄能 蓄势的过程 它使得这个字呢 就更加囚禁有力 提 好 路上去 所以转笔的时候 毛笔要拎起来 你看这转笔 拎起来 保持中锋 中锋呢 就是笔画的 笔尖在笔画的中间 走 这个是横勾 完了以后 接下来写一个弯勾 你看这里过来以后 这个毛笔顺势 然后弯过来 都注意到这里 勾出去 它是推出去的 好 然后再写笔横 中锋 调好以后 左传 左长右短 好 在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笔画之间的 一种互相穿插 这就是结构中的 左中右 它的一种笔画之间的 互相的呼应 如果说这个字的主笔 是哪个笔画的话呢 我认为呢 这个弯钩 可能是整个这个笔画的 一个特别 鲜眼的笔画 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看到 吗 这 《猙上出面》 对 初藏 中文在 中文在 和